他们和现在的帆船生死育共 体验极限人生 VOLVO帆球帆船赛 尽在卫视体育台 欢迎收看WPBA 女子职业花式撞球行为赛 卡罗兰亚精英赛的冠军决赛 奥地利的Jasmine Ocean 对上了黑寡妇 Jasmine Lee 精彩的决赛 这是在北卡罗兰亚的 Durham所继续的 卡罗兰亚精英赛 WPBA的年度的重要的赛事 今天的英文球评 Dom Hopkins也参加了这场比赛 不过Dom Hopkins在 16强赛的时候 止步他16强赛 输给了Jasmine Lee 当时是1比9输球 在04年我们看一下 Jasmine Lee上次赢得冠军 那今年其实前半年 也并不是特别顺利 至于Jasmine Ocean呢 刚刚也看到了这个 29的一个开轮打击 非常的出色 7比1 击败了对手 击败了Vivian 这是冠军决赛了 心里后冰 Jasmine Lee跟Jasmine Ocean Jasmine Lee 他这个比球也要 这个 比划一下 Jasmine Lee以为是自己赢了 这礼拜的这个比球 Jasmine Lee赢了三次 就最终呢 可是应该好 两个人其实这个比球啊 都没有特别的好 但是最后呢 应该是 看看裁判怎么判呢 会不会是Jasmine Ocean呢 先冲球了 好 这是卡罗兰娜金 赢的冠军决赛 又看到了黑寡夫的身影 问他 最喜欢的这个超人呢 还是蝙蝠侠 Superman呢 还是Batman 他的回答是 你在开玩笑了 我当然是喜欢蜘蛛侠 与他的绰号有关系 Jasmine Ocean先上来 9号球 打数字球 1号到9号 然后要挤打球台上的 号码最低的球 9号球进 就拿下这一局 这是抢7局的冠军决赛 Jasmine Ocean的冲球 他在前面五轮的这个比赛呢 中央冲球 等于说前面六轮 因为他曾经也落入败部过 当时他输给了Sara Rusi 7比9输球 落入败部 但是总共前面六场的比赛 准决赛之前呢 他的冲球的 有球进的比例 百分之五十八 可是到了准决赛的时候呢 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 这个push out 然后Janari上来 他当然也可以选择 回给Jasmine Ocean 1号球呢 因为贴在台边 所以很难打 而且背娃娃 不好架干 接着看一下母球呢 会不会躲到 7号球的后面 尽管没有躲到后面去呢 不过还不差 母球跟1号球中间 8号球阻挡 Jasmine Ocean 可能看到一点点的 1号球 但是也有机会 是一个开轮打击 因为2号球 就是在带口旁边 好球 这也是他擅长的部分 在四场准决赛时 他曾经也有过一次 2-9的开轮打击 这一次呢 就是1-2的开轮打击 不难 而且重要的是 这1号球要做好 还可以继续地攻击 当然4号球不会阻挡 然后母球是 一颗性以后 回到了球台的中间 准备做3号球 Jasmine Ocean 这球 结果 把6号球撞开来 其实还算好 最后的决赛呢 是抢7局 那轮流冲球 每一局 各有一次的 叫暂停的机会 每一次击球30秒 蛮困难的 这个薄球没有薄紧 它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 就反而给 Gennady上来的一个机会 刚刚这个3号球 Jasmine Ocean 处理的 并不是算是特别好 这球当然薄球 要进一些 非常困难 有点不是很干脆 到底要进攻了 还是要抓安全球 而这时候呢 Gennady现在上来呢 也立刻的 把击球拳 又让给了 Jasmine Ocean Gennady这个失误 更严重了 因为 应该是个机会 虽然3号跟4号 是比较靠近的 但是Gennady刚刚这个球 有点大意 这个决赛的气氛 又不一样 Gennady今年 第一次打进决赛 Jasmine Ocean 今年的比赛 曾经在世界 十四分之一球的 锦标赛呢 打进了这个前四场 获得第三名 那个比赛呢 是男女共同参加的比赛 他能够在一票 男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真的 非常的出色 十四分之一球的锦标赛 最后赢得冠军是 荷兰的 这个长球 没什么问题 Jasmine Ocean 在自己的冲球局呢 赢球的几率是70% 在前面六场的比赛 而至于在准决赛 更是百分之百 一个定干 Jasmine Ocean 在今年的 BCA的比赛呢 是获得了第三名 最重要的还是那一场的 这个男女参加的 世界十四分之一球的 锦标赛 那场比赛是相当重要的赛事 跟世界八号球锦标赛呢 世界十号球锦标赛 地位是一样的 很快的Jasmine Ocean 来自奥地利的领将 是取得了1比0的领先 这是凯伦兰娜基因赛 WPBA的赛事 最后的决赛 今年的三场的比赛 包括了Kellie Fisher Alexa Fisher 以及潘晓婷 在圣地亚哥 是由Alison Feature获得胜利 而潘晓婷在萨洛特获得胜利